錦丁竹北市民引頸期盼的 東興興隆國小兩校施工進度 車身長親自率領縣府相關一級主管前往會堪 兩所學校從今年8月開工 目前東興國小進度完成10% 興隆國小更超前9% 對工程的弱勢 對工程的督導 對工程的安全 對工程的工作單位 工程單位 絕對不會投工減料 我們的監工很嚴謹 大家一起來監督 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們的進度事實上是 進度相當不錯 而且有超前 那每一個家長他們給學校反應是說 哇 這學校這蓋的速度那麼快 品質這麼好 那真的是歸功於我們整個縣政府團隊 在於整個監造的部分 或者是在跟施工的要求的部分 還有進度的掌控都做得相當的棒 東興國小占地2公頃 以客家土樓為設計主軸 土樓的方位也是經過設計 成縣被東北方主要可以阻擋東北季風 讓學童安心上課不受寒風侵襲 建築主軸也配合綠能環保 完工後將申請綠建築認證 新龍國小占定將近3公頃 大空間就是要讓學童有空間活動 未來也將設置六星級的幼稚園 讓更多學童享受到優質的教學環境 邱先生表示縣府將持續追蹤工程進度 並且嚴格把關 並以安心生小孩 放心交手環境 開心去上課 愛心關懷校園 關心監督建設 預計明年開學前 就能讓兩校一千多位的學生 勝利到新學校去上課 唉唷